早年财经营谱受台湾劳工和原住民欢迎的红标米酒正式走入历史了 今年2月份停止生产 由红标纯米酒完全取代 喜欢在加母鸭烧酒机里头加一瓶红标米酒 或者是怀念当年保利达加红标米酒的民众只能够徒留回忆了 台湾米酒主要生产地裁酒花林厂表示 红标米酒红标纯米酒都是以红莱米为原料 才阿米若法制成酿造 获利品0.3公升 酒精度也是22度 两者前外包装有些差异 红标米酒标签底色为粉红色 红标纯米酒多了一个纯字 价格相差台币5元 台湾研究公司表示 将停售售价40元有百年历史的红标米酒 但强调更好的红标纯米酒只多5元 销售越来越好 市场率越高不影响民生基本的需求 是因为它的市场率一直往下调 就是市场机制 红标纯米酒 因为它是自身上的不同 口感上比较好一点 然后它也是好几年前 不是经济退出的 经济退出的市场 那因为这两个产品在市场上 常常都慢慢的因为市场机制 然后这一支40块钱的红标 就慢慢被消费者淘汰掉了 那部分的民众 料理是用我们的料27块那一支 褐色那一支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支料理民酒是照常供应 没有所谓的不会影响 对红标米酒提售改为红标蠢米酒而言 消费者则是喜欢以前的口味 那个米酒提供买不到会不会很担心 会啊 可是它有其他的米酒可以替代啊 呃味道不一样吧 年产量约200万达 销售收入金额约新台币10亿元的花龄酒商表示 红标米酒红标蠢米酒 两款销售约在三成以及七成 尤其在花冬以及高频热销 但因为有消费者抱怨混淆买错 所以决定停售红标米酒 记得就位华士伯朗